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钓鱼台感兴趣 这个七号院它有名的地方在哪 它原来开出这个价 是中国最高价的天价盘 我给你说说看 原来是一平方米 三十万元 三十万元 你原来特别感觉你想买吗 这在香港 香港这四万一尺的很多吧 香港几个天价盘 什么在那个卖的 凯旋门那些是吧 凯旋门顶 没有很多它有 但有几个 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这个价格是拼得住香港 假如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便宜 开玩笑香港什么东西 一个特区而已 也卖到四万块钱港币 一个香港的平方尺 这样假如中国首都 大国崛起 我们看到全世界看着中国的超豪 豪客的时候 才出这样一个所谓的天价盘 我觉得真的是便宜 我没有调侃的意思 因为这种天价盘 坦白讲不是给我们老百姓买的 一定是给跨国公司的大老板 什么行政总裁 而且他们基本上很多是不买的 是租的 是公司给他们租的 所以他是特殊的一群人 你要把那个地方跟纽约跟伦敦来比 这样来说的话 就便宜嘛 一点都不会 你也说错了嘛 家辉 买这种盘的 不会是什么跨国公司大老板 是什么呢 要不是没老板 要不是他们啦 温州老板 是这个老板 是炒楼的 而且他买进去以后 还是要升 但是问题是 这些楼盘引起注意 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而是因为政治的符号 他是钓鱼胎七号院 原来你看中这个盘 就看中这个吧 不是 除了钓鱼胎七号以外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 现在中国压制房价 是稳定民心 维稳的一个重要方面 没错 所以这叫枪打出头鸟 没错 你哪个楼盘敢卖的特别贵 那就是重视之敌 没错 就是要特别追 说对了 现在呢 你看他撤销原定价 改为十多万元平方米 那么腰斩 腰斩 腰斩了一大半 然后而且还要看看 他这个楼盘的楼面成本呢 是四万一平米 他四万一平米 然后他原来要卖到三十万一平米 他现在减价减到十万一平米 他的利润还是百分之二百 那么我其实对这个盘呢 我最感兴趣就是他这个名字 钓鱼台七号 他到底是真在钓鱼台吗 我就很好奇 我们看看这张图 你看看这张图 你说这是钓鱼台吗 这叫浮号的价格 这叫钓鱼台吗 太丑了 我的天哪 我的妈呀 这是叫钓鱼台 其中一个是跳楼架 跳楼自杀 跳楼架 他这个要砍下来 可以叫爱国架 因为国家要他砍的 不是吗 他爱国架 或者叫维稳架 和谐架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 历史的教训 上海前些年有个楼盘 叫汤城一品 没错 当初呢 也是全中国最贵的一个楼盘 他在黄浦江边上 位置很好 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 香港的楼呢 哪怕很小的楼 都可以叫什么龙啊 皇啊 帝皇啊 这种是豪啊 就坟岭啊 几百尺 到样可以是什么龙居 没错 上海人不敢做皇帝的 北京也不敢的 你看北京啊 他要很含蓄的 弄一个钓鱼馆 北京没有什么皇宫 什么几号啊 什么殿啊 黄尘根啊 什么不大叫的 上海更没出息了 最贵的楼 不过是一品官 不过是做官而已 当初开价是十万人民币 十万人民币 大家查了 因为引起公愤 因为旁边几个楼盘呢 他就旁边的 就三四万 全上海当时的标准的 一般情况是一两万 结果呢 塔里边着火 又被报道 隔了很久都卖不出去 我后来 知道有一个人 真买了 他的第一个楼盘 其实真的是 卖不出去 很贵 卖不出去 就有价无事 有价无事 然后因为大家的攻击 我记得报纸上 当时很有名的 给他算了一笔账 就是说 假如你买了这个楼 他跟旁边的楼 其他都一样 就他能看到黄埔江 那么假如你每天 能够有三个小时 站在窗口 看黄埔江 你能活到八十岁 每看一个小时 大概是几千块钱 这个就跟我们老说香港 这个豪华海景一样 你比如说香港 这个豪华海景 你知道很多房都说 标榜这有豪华海景 无敌海景 这个无敌海景很可怜 往往就这么一缝 这一线天 这一线海 然后这个海景 还卖得特别贵 问题是你看香港人 你说你两夫妇挣钱 怎么搞半辈子 你总算有钱买一个什么海景 无敌海景房 然后为了要交 后来的这个房款 然后你天天打工 每天都是半夜回到家 回家看这个海 你就看那两分钟 然后你马上洗洗睡了 第二天早上 起来天刚亮 你又上 我是住 它是无敌海景的 无敌海景 所以我有发言权 第一个是说 你说每天打工打 好累 晚上回到家 你看这海舒服吗 没有 看不到海 晚上的海是黑了 除非你住很贵 真的是中环旁边的海 尖沙嘴旁边的海景 那是看到有灯光 我住那种所谓的海景 看不到海 很黑 所以你连那两分钟都看不到 最后你唯一感觉是想跳海 太黑了 第二个呢 可是你买海景 住这海景好的房子 最大的快乐不是站在那边看的 你说那个报导 这是买不起房的豪宅的记者写的 最大的快乐是挂在嘴边 跟朋友聊天 你住哪里啊 我住什么什么区 香港南区 香港中半山 对方你看到那对方的眼睛 就会对你投影 他不都在评估 没说 评估或说会比较尊重尊敬 恐惧 我觉得说那个快感是在那边的 难怪 所以说回来海景还是应该买的 难怪我老不受尊重 人家又为你住哪 我说我住新建 新建大围 大围什么地方 一个农村 城乡结合部 基本上就很不一样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钓鱼台七号院 北教座钓鱼台七号院 我觉得他受人注意 然后现在这个降价 除了说是你刚才说那个问题 就是因为原来那个盘的价码太离谱了 现在全国就盯着这个盘价的问题 第二呢 就这个名字改坏了 我觉得 但是我刚才那个没讲下去 这个汤城一品不是十万开价 后来被大家打压以后 改名了 他就他没改名 他的价钱不错 压到当初有一度六七万七八万了嘛 是啊 那么结果有很多人买进去了嘛 现在二十万了 嗯 对 所以买了还是对的 那这个以上言论是徐梓冬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节目也不代表本台立场 这个买楼属于高风险行为 那么大家要良度自己的这个财力 跟评估风险就做出理智的角色 这是香港的投资节目一定要讲的话 一定要说的一句话 你跟他这么讲 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投资节目来办 是吧 好 枪枪上言行 我还是觉得这个调一台七号院啊 这个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 就是说比如说 全世界楼盘名字都爱骗人 对不对 因为香港这些楼盘 明明这小的就就二三十平米 他好意思叫什么帝皇天下这一类 那大陆呢就有很多这种地名啊 比如说明明是在一个 比如说大兴一个什么盘 开事叫什么凡尔赛宫啊 什么的这一类什么别管的这种名字 那这个钓鱼台七号院 我觉得你想想看 他抓的中国人这种富人那种心理 就觉得要接近权力核心嘛 你说在钓鱼台 但当然他还不敢叫中南海 是不是 他不敢叫天安门 不敢叫天安门 都一样吧 闻到像香港除了说那个 很小的房子在豪宅 但香港没有什么这种政治权力的概念 香港是帝皇天丰 香港是两个皇帝 英国的皇室 加上中国的皇帝 全都叫起来 皇室的名字在香港 我做过统计 香港是最多的 香港的特点就是 一个就是海这些自然的多 这是写实了 一个就是豪 另外一个就是帝皇 香港这个帝皇天丰 真有这样的楼盘 香港的骗人不仅是这种房子 这种固人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香港主要是广东人 广东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迷信 所以香港除了这个房子叫什么豪宅 帝王以外 楼层的数字也骗人了 你也知道 你到了18楼之后 上一层可能是28楼 明明是19楼 怎么变28 再上一层38 后来变成88之类的 对对对对 没有出人的88这样 他广东人发嘛 发财在发 所以香港的那个是蛮有创意的骗人方法 那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专门盖给佛教徒富豪 住的这个楼盘 名字叫西方极乐 那其实呢我在想啊 像你说这些富豪喜欢这种名字 这种感觉 你像广东人其实将来说不定如果有关你的话 你在广州盖个盘也可以叫梁广总督府 这一类的 上海三四十年代盖好一点的房子呢 就叫什么新村 对 然后呢公寓 然后呢叫别墅 那别墅就比较高级了 到现在还是保留 别墅都比较高级了 但这些名字呢到香港全不能用 对 因为你想这些名字都是酒楼堂用的 没错 全是酒楼堂用的 所以香港的楼盘这个底座啊 它就要改成什么居 什么轩 什么圆 我还查过 轩啊 在字典里查出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很窄的地方 它可以看得很远 这不是香港的房子吗 住得很小可以看得很远 北京呢 它起的比较低调 它转一个弯 它比较有点中国 它常常起什么庭 园 家园 什么庭 庄 山庄之类 这类最多 上海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阳明最多 什么巴黎啊 伦敦啊 什么 你们上海就冲阳嘛 这个能指所指是 是没关系的 这个名字随便你叫 当然 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房价 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生活平 它 一方面它造成了阶级分化 这我还专门写过文章 同样 比较20年前 大家赚差不多的钱的人 比较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差不多 但这20年 如果你借了钱去买 再买再卖 我什么都没动的话 我们现在就两个阶级了 我的银行里 弄来弄去 就这么十几二十万 几十万 你可能已经账面上上千万 当然你弄得不好 也会有问题 可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你不觉得这 现在我们都说楼价太高 有泡沫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不是很多学者 很多经济学家 都说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这泡沫怎么样 其实你要说这个泡沫 你说这个楼价 你别说像这个钓鱼台七号院 原来它其实成本是四万元 那么卖到三十万 那很正常 你去叫李嘉诚来讲讲 但你说这个泡沫这个东西 难道中国现在就只有这个有泡沫吗 我觉得所有富豪喜欢的那些玩意 都是一堆泡沫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看现在买这个烟 我抽烟 那么我有时候看这国产烟 你知道很多国产烟的品牌 它会推出一些特别品牌出来 那这个烟呢 我见过的一盒两三百块 二十根 然后呢有人请过我抽 我一抽 你说以前不是最贵就熊猫吗 熊猫你还真觉得它有一点特别 现在就是 这你跟我说是十来十来块一盒 我都觉得可以 它怎么会就卖到两三百 有些酒也是 没土一口就几块钱 然后比如说我认识这么一个人 他跟我讲 他说他以前呢 就是专门帮这个一个酒啊 新推出市面那个酒的品牌 要去做这个市场价格调查 还没推出来 他就到酒吧去问 你们这最贵什么酒 然后有人说拿一瓶 几十年茅台出来说这最贵 然后呢 后来他们这个公司决定 那行 你这茅台多少钱 我们就比它贵百分之二十 你只要敢定这个价 它就有人要 就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一群消费者 没错 他跑到里面 他不问什么东西好 就问什么东西贵 没错 就这样 对 他逻辑是 他套用在所有的事情 对 像我前几天跟一个香港的美容医生 我怎么称呼他呢 美容也是整形医生嘛 吃饭 他告诉我说老朋友 他说他现在赚的主要的客人 都来自大陆了 特地来香港整形 然后当然也是 他不是不问价 也是坐下来问你什么最贵 他说很好玩的 他问价的方法是 其中一个方法 他其中一个项目是专门替女性龙兄嘛 他说很多内地的女富豪来到 这问你 万元凶 对不仅 他问你 他以为说龙兄大小是什么形状是不同的价格 他以为这样 他坐下来就问你 医生啊 龙什么形状的胸是最贵 我就用那一种 我那个医生朋友说 我们没有分的了 主要是看你 那医生跟他说元宝型的最贵 工商银行型的最贵 因为他习惯了嘛 他以为说龙大一点要贵一点 或者说怎么样有不同价格 这个问题 这个都来要看最贵 他整个就是说哪个最贵的胸 我叫龙最贵的胸 这个就相信资本主义到了迷信的地步 这个价值观很奇怪 我觉得就是已经有些富人 比如说他说他有时候要最贵 然后那个贵的东西他还要最精英 比如说我们那天讲高铁 你看到那个VIP房 像这种VIP房 有时候我也会想 因为我在中国到处也看到VIP房 我就觉得常常有个感觉 中国大概是今天全世界 最讲究阶级差异的地方 因为我很少看到有别的地方 你看我们机场 你机场呢 你买了头等票的话 你连通关的这整个安检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到了美国 到了哪里 到了香港 这都一样 你就这么排队安检嘛 对不对 人人平等的 但在中国你只要是头等 你就走不一样的路 那么当然了 这我做头等 我也走 那么但是呢 就说我们到哪都看到这种很鲜明的富豪 他就要他我们自己 你知道为什么要最贵 我跟你们区别开来 他钱花的是买什么 就跟你讲你住在一个海景豪宅 最重要不是海景 而是别人羡慕的眼光 没错 钱就是花在别人羡慕的眼光 回去人家看胸口了 炫耀性消费 最贵的 最贵的 他这个胸上头 他这个聋了胸之后 最好那个让医生还得闻身 闻上这个原来价码 港币多少钱 旁边表示这是这诊所最贵的胸 所以胸上一行字 然后到 他老后看这什么玩意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接着见 马家辉还发现了咱中国富豪的这个口头禅 假如这句口头禅是富豪讲到无所谓 我偶尔去中国大陆跑跑 发现不仅是富豪 很多小中产阶级也讲 口头禅就是钱不是问题 我去了一趟中国大陆 最近去了上海几天 四天 大概听了25次吧 什么朋友 每隔几分钟就钱不是问题 喝杯咖啡 钱不是问题 我觉得 世界人民爱中国 就是这个理由 央视的节目就叫不差钱 不差钱 我没看钱不是问题 然后另外一句口头禅 就是我去开完会 偶尔去走在路上 就听到最多 除了说钱不是问题以外 就是包钱来包钱来包钱来 去哪里包起来买东西 就不问价格 去到哪里就说 这个包钱来包钱来包钱 好像不管 东西包起来 问题还不大 人也包起来 钱不是问题 包起来 根本不晓得 不晓得 你不知道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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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钱了 有钱到这个地步 就想搞点什么 不知道该搞什么才好 就得弄点东西 太闷了你知道吗 那生活多没意思 就搞会所 你也会说 那也会说 这会所贵 这会所贵 这钱不是问题吗 这都收这么多钱 那怎么办 就搞搞故宫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就想到 你看比如说像前阵子 我喝了一罐茶叶 有朋友给我喝罐茶叶 说这个茶 一两三千块 说这什么茶 哎呀 很紧张 茶具啊三泉水 准备好来泡 大伙泡坐下喝 大伙喝了一口就说 三千块 现在才还得泡一会吧 现在才到一百块 再泡一会大概能上到五百块 怎么喝都喝不到这个三千块 我也喝过 就是喝这种茶 人家会给你介绍 这是什么样 什么样 然后你的 一定要点头 这个其实在香港也有过 人家拿很好的红酒 什么什么贵 明明也吃不出来 但是也得在那里点头 他们的总结是这样的 货是说出来的 病是吃出来的 烦恼是比出来的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比 都是因为比较 可是比有时候就算我不想比也蛮好奇的 刚才闻到说到去到飞机场什么哪里都有VIP房 我记得我在一个城市啊 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湖南长沙的 在路上跟我太太走到那边有公厕要进去嘛 公厕当然要收钱收一块钱 然后看到VIP房 对他真的是挂点VIP 不晓得啊 我好奇我蛮想进去 是贵一点吗 对他贵一点 他贵多少不晓得 反正要收费的 很清楚谁叫VIP VIP公厕 然后我想是不是里面到底是什么 卫生纸比较厚呢 还是超风系统比较好 还是还是还是有人替你拉 还是怎么样 日本式的嘛 会下面吹暖风 日本那个厕所 日本就算普通公共厕所 有时候你到那个商店上借厕所啊 或者餐厅里借厕所 也都有很好的设备 然后日本厕所最最有名的发明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很干净的日本厕所 然后有香气 然后呢有冲水 冲屁股洗屁股对吧 然后还烘干 还有一个发明 这个发明厉害 是女厕专用的 叫音机 你知道什么叫音机吗 声音的音 机呢是不是唱歌的那个 机女 机就是那个 女字旁 女字旁 一个纯那个机 音机是什么呢 是你一坐下去 它就发出潺潺水声 音乐声 用来遮掩你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声音不好听 对 不好听 尴尬 他就发